备受茶产业界关注的花莲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7月8号是圆满的落幕了 品评出十二面的金牌奖 瑞穗五鹤茶农全部都南瓜入带 先政府农业处以及瑞穗香农会 今天上午是特别的逐户贴红榜来庆贺 对于这一次十二面金牌奖都落在五鹤的七位茶农手中 农会的总干事是表示 由此可见五鹤的茶农们 制茶的品质以及技术 专业度一致超乎水准之上 贴上红榜点燃鞭炮 县补农业处副处长张仁志 瑞穗香农会理事长罗文藤 总干事黄胜黄 和这一次蜜香红茶 评鉴比赛的金牌奖得主 何颖琴贺 场面热闹 到茶园金牌奖 赞赞赞 东森茶园金牌金好人 吉林茶园赞赞赞赞 花莉县蜜香红茶产值近十年来 博富姚儿之上的蓬勃发展 为了推广行销 同时提供茶农切磋交流 每年都会办理评鉴比赛 今年评鉴比赛在7月8号 官能品评结果出炉 十二面的金牌奖项 由瑞穗香的七位茶农 全部拿下 县补农业处于瑞穗香农会 今天上午就特别 竹户贴红榜来请贺 今年的蜜香红茶比赛 总点数有277点 这个破了我们办理比赛以来的最高纪录 可见茶农也好 我们消费者也好 对我们的蜜香红茶都具有相当的信心 目前我们的茶叶都已经包装完成 也在各个茶行据点里面开始贩售了 对我们蜜香红茶有兴趣的消费者 那欢迎从此刻起到我们各个茶行来品尝我们的好茶 堪称茶产业界奥斯卡等级的花莲县蜜香红茶 评鉴比赛 瑞穗七位茶农从277个茶样点里脱颖而出 包办全部的十二面金牌 不论制茶技术与品质 专业度旗鼓相当 超乎水准之上 为其他茶产去茶农望之向背 县补农业处副处长张仁志 更是大推花莲蜜香红茶茶品 那希望我们全国的消费朋友 来多多跟我们品尝我们的蜜香红茶 因为蜜香红茶 这是我们花莲县首创的 只有在我们花莲县的单身 喝到我们全国最好喝的蜜香红茶 今年度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七位金牌奖得主 除了蜜香红茶评鉴赛长盛军的家民 东升 吉林 以及长盛荣源 还有去年度露出头角的好茶园 另外年轻茶农如清风茶行的谢明远 以及今年评鉴比赛公正的 大黑马魏秉毅 两位后起之秀表现亮眼 为自己的茶叶生涯 天上第一面金牌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还可以说到这个颜色点 这台里是个简直叫 永不值得的 下头儿颈